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北京比 比北 北京差的都不是一个时代 我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香港真是 每次来了香港啊 就是愉快 你像今天早晨起来啊 阳光灿烂啊 居然还能够看得见阳光 你想想刚刚的北京啊 而且早上起来啊 买一份放心的早餐 对吧 然后呢 又打开香港报纸 资讯那么丰富 我把这个娱乐版逐字逐句的看完一遍 基本上一上午就过去了 但是那是这个半年啊 另外有半年 从四月到十一月 香港开半年冷气啊 热的就是整个夏 一年有半年是夏天 你不讲的 哎 但是现在这个半年 当然香港是很美好了 香港这半年 外边是这个赤日炎炎 可是在史内呢 就是动感之都 那家伙这个空调开的 大嫂都穿棉袄 穿那个羽绒服上班 相比之下 北京呢 夏天也热死 但是呢 空调呢 有一半我看都不太起作用 你知道 这就是 对 香港上到处都冷气嘛 冷得不得了 特别是电影院 我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 一家三口 都好像搬家一样的 每个人戴着一个大包包 里面就是放着一个毛毯 真的要用毛毯的 还穿着外套用毛毯盖住才行 那冷气是非常不寻常的 可是香港的那个 你说环境好啊 其实不用什么京港两地的比较 每次从深圳一回来 你就觉得了嘛 一过了深圳 过了罗湖 开车过来 你就觉得好像过了阴阳界一样 你看 这边是黑色的 天空是黑的 一过来 这边变回蓝色的天空 真的吗 是啊 是 那倒不至于吧 深圳也还算是天气 我觉得深圳是社会主义阳光嘛 一到了香港以后就 对对对 还有 当我们讲环境啊 除了这个空气污染 还有什么样 我们一过深圳 我们去分别城市的话 有一个指标 味道 闻着呼吸的味道 我们从香港过罗湖 一到深圳 到处是烟味 对不对 那烟味 你知道我来到中国了 这是烟味 那从深圳回到香港 你觉得一闻进去 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反正现在倒是有一样 就说在这个北京啊 可以不戒烟了 因为呢 这个有的人说啊 还是复吸吧 就还是抽回来的好 就是因为这个PM2.5杀人呢 已经超过香烟了 找什么理由 你找什么理由 你想你动摇了就动摇了 别找这个理由 我看他们微博上都这么说 怎么说 过去你看咱们在这个外国论坛上 不经常讲嘛 就是说 呃 我们不要那个西方式的人权呢 民权呢 因为你们首先应该关心中国这种国家 我们生存与发展是第一位 生存权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真的你的发展呢 影响了生存了 影响了生命安全了 我觉得我看香港报纸 我得到很多这个议论呢 那香港的评论说的没错 就现在中国大陆你已经到了 坐在豪华的家里喝脏水 对吧 开着这个豪车 但是实际上呼吸着毒气 你你你到了这么一个 有这么严重吗 当时现在 现在面临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 现在北京为什么很多工厂干脆就停工了呢 就是要解决 你这个现在这个挥埋得下去 他们有人说再过两三天能下去 呃 也有人讲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办 那么就是说奥运会的时候 好像你也能办 也就是不外乎就是工厂停工 我跟你说在中国 估计在北京啊 相当大的一个人为的原因就是这个汽车 汽车的 用工厂停工工车不上街就行了 呃 工车他现在好像是说有30%的公车 就不让上街 采取这种应急措施 公车不上街老百姓怎么办 公车不是你公共把主事 你们俩呀 这人太不了解 我完全不知道 香港就公车就是巴士 香港公车就是公共交通 我们讲的公车是公家单位给领导做的这个车 这个叫公车 这个车的数量比巴士多的多了 你知道这个排出来的气的力量也大 对不对 但是 奥迪A8 但是我要为政府说句话 对吧 虽然大家都很恨这个公车 但是呢 也不要把矛头注意力都批评 公车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汽车 因为人家在为国操劳啊 不是 因为这个汽车 尾气啊 我跟你说 现在这调查呀 最主要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最主要的是中国这个车 那些破车 它不达标 那些货车呀 那些那个国产的 那些个蹦蹦车呀 这些东西啊 根本就不符合这个国际标准的 这些是排除废弃最大的一个源头 公车都是好车呀 公车都是很好的车 但问题是那些 不不不不冒烟的车 为什么没有人管呢 这不是公家的原因吗 我们随便路人拦不住 真的有的车啊 就在排巨大的黑烟 满街在那里开 没人管 流动烟筒 应该有人管的吧 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 就是为什么 我说我这个话题 我今天还想谈 昨天我们在讲这个 我跟你说 徐老师 不是因为什么回避什么 而是我真觉得 中国再这样下去 有点不宜人居住了 真的 这个事啊 你完全要排在最前头 我 你说啊 不光是这个 因为这次是空气危机 到了一个顶端 你注意到没有 当年的胡文新政 是怎么来的 你要想谈政治 我给你谈政治 胡文新政 当时就碰见了一个SARS SARS就啪一下新的 这个领导班子 他的一个应变 出来了一个胡文新政 这次你看十八大刚开完 来了一个挥霉闭天 这也是重大的一个 环境的一个事故 你也要看看新的领导班子 你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而且为什么我说 这不是一个单纯偶然的事情 你结合我们现在的水 就像我们谈这个话题 我们刚谈完 北京的这个自来水的 这个问题 这在我们 枪枪三约星微博上 是跟帖最多的 这就说明 你这个知识分子 也许有兴趣谈这个谈那个 老百姓 还是跟切身的东西最关心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吃的 你知道我今天 在香港报纸上看到 我为什么觉得挺有感触 我就想说说 就是说 所有的笑话 传说 过去在手机上 当谣言编的 都成了真的 这个武汉 武汉你知道吗 媒体爆出来 说是这个羊肉串 原来呢 纯羊肉是没有的 就是羊肉当 本来就不吃 一点都没有 不是 他是这样的 记者就问 有的当主还坚持说 我这个肯定是纯羊肉 但是有的批发商 已经跟他说了实话了 说是 现在哪还有纯羊肉啊 都是羊肉味道而已 就是说 一两块钱 一个羊肉串 你怎么能希望真是羊肉呢 说那是什么肉 然后记者 拿了六串 拿了六串 拿到这个化验单位去化验 有一份的化验结果 不是羊肉 是猪肉和鸭肉 你知道吗 还有一份的化验结果呢 一半是羊肉 另一半混了猪肉和鸭肉 是吧 还有一份是什么呢 这就是 还有一种是传说 传说是猫肉和那个鼠肉 猫肉和鼠肉 怎么变成羊肉呢 就是泡在羊尿里 泡羊尿 再撒上点这个羊油 嫩肉粉 腌制出来的 叫羊肉 然后你知道还有三份 这是最可怕的 还有三份呢 肯定不是羊肉 但到底是什么 还是一个谜 就是说不明成分 也不是猪肉 也不是鸭肉 现在还在化验 人呢 不知道那是什么成分 这是当地媒体化验出来的 而且我就说 你要相信中央台 不要不要 不是中央台 国务院新闻办领导的 中国网记者 日前到这个 这个这个 中国肉类食品企业 50强的河南大用集团去看 就这里都说了吗 又被揭发呀 就是养鸡的这个养殖场 工作人员说 冬天天冷了 这个鸡就容易得病 每次鸡大规模生病 他们就会上报大用 大用就会派人检查 确定病治不好了 马上处理 怎么处理啊 这个病鸡加工成鸡肉 卖给麦当劳 肯德基等快餐店 死鸡呢 就卖给鸡料厂 生产鸡料 这都是内地传统 麦当劳这种就不能吃 是吧 都是病剂 吃喝也不能喝啊 我刚从重庆成都回来嘛 在那边喝了麦当劳的咖啡啊 都是有咖啡味的水嘛 基本上就是 可是浅也是没有小手里 然后那边的空气也是不得了 我去成都啊 在成都看 在成都看熊猫啊 完全你找不到了 你在那个灰蒙蒙的空气里面 找熊猫 隐隐约约看到了 所以我记得我当天回来 我就问你 你从北京回来 北京空气怎么样 完全是那个 完全出门啊 你觉得你被一个烟雾笼罩着 没错 我们现在整个 全国都是物理看花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有一千个中国 打开美扇 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五集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 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咱们今天看看 今天这个几句话是什么 昨天说了一个新闻 得知周星驰任政协委员后 网友想起他的经典台词 剑图 周星驰的经典台词 等了十年 我还以为国家已经把我忘了 怎么会呢 就算是一张卫生纸 一条内裤都有他本身的用处 你看周星驰人样好 大家能这么调侃他 还有一条 有意思了 这个重量级的 新华网这两天发布一张照片 是当年浙江卫视的视频截图 你们可以看一看 习近平当时还是浙江省委书记 你看也很亲民啊 人家网友都给配设计对白 彭姐姐说 手掌好 一家人就别握手了嘛 习哥哥说 手还是要握的 不过你得早点回家做饭 我觉得这样这个官员啊 能够有一个这样的面目挺好的 是吧 然后下面也是一个官员啊 有记者问兰考当地的官员 怎么样看待部分兰考官员 愧对焦裕露的评论 你你知的焦裕露是谁 不知道 焦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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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名字啊 然后兰考官员回答说 倒霉就倒霉在焦裕露 因为他兰考出了名 都给盯掉了 还有一个 也是这两天的啊 你知道那个大盗周克华被击毙的吗 不是 他的女友这两天正好上庭 上法庭 他的女友的律师说 被打死的那个不是周克华 当然这是法庭辩论当中出现的啊 大盗周克华抢了钱 也把钱每次都交给女友 就跟你们上海来 交给老婆 是吧 但是呢 把他们两个人的短信往来 都在法庭下端出来 你知道居然有这样的 有一次呢 他给了女友七万块钱 但是女友看报纸 给他发短信说 怎么报上灯的是被抢了25万 周克华回短信说 那是他们的离间计 这挺逗的啊 好像那个事情还有因为 他女朋友把 是同一个案件吗 是拿到钱 然后把钱拍照 然后放在微博出状况 是吗 不是这个案件是 大道太多了吧 对 但是我还是说啊 咱们就说这个刚才的这个 这个这个题目 这几天确实你要说在这个大陆 人人说的没有 我跟你说什么政治 什么那个钓鱼岛 这次就值得着急 咱先得有命 才能够保住钓鱼岛 你现在这种 我觉得中国这种发展到这个程度啊 昨天也有人在说 说是美国当年也那样 英国当年也那样 早期工业化都那样 那么说中国 你也就说是个表现正常 没 但是你也没有绕过这个 必走的这个弯路吗 还是说你中国本来可以避免这个情况 中国现在的环境问题是特别突出 中国粗犷发展 哪里避得开 走的比人家还要还要还要激烈 而且这种事情又不接 因为各地都是按GDP算的嘛 政绩都GDP嘛 那这个环境温政绩 虽然一直在说也要算尽考察政绩的一部分 但是谁当一针真的呢 放心吧 快的 中国人望见望快的 过两天天气一变 天空又灿 明朗的天了 很快就忘掉了 这个事情 这个逻切上就讲 外延越大 内涵越小 因为环境这个事情牵涉的面太大 所以你实际能抓住 你找谁去 这是哪个部门呢 你比方香港的环境局 环境局听得最大 实际上事情最好做 潘杰以前就环境局长 仔细看他就做两件事 第一是管发电厂 第二是垃圾处理 咱们过去有句话叫什么阶级斗争 一抓就零 就有的时候作为干工作的领导 他比较喜欢这种一抓就零的工作 就是说我找着一诀窍 啪一下 天蓝了 这个就能显示出来 但是他们确实讲 就是说环境问题 你要根本的治理 他牵涉太多了 他牵涉太多了 他都看不出来 我反而看出一个可能有乐观的地方 因为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全世界向前走 要进步改革开放 有很多方面 政治要改 经济要改等等 可是通常一个很大的缺口 这在环境保护 因为那个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 我不管你是名人也好 你是有钱人也好 穷人也好 对我们来说 吃的东西不安全 喝的水不安全 空气不能呼吸 我们就会生气 我们就会挺身而出 我们看到全世界 在过去二三十年 很多的所谓的公民社会 整个进步出来 都是从这里来出来的 那整个社会的进步的速度 就会加快 所以现在 其实我前面有说 这个事情因为是公布了 整体公布 这有人也讲说 只不过因为其他领域的事情 不公布而已 比方说政治领域的事情 商业运作的领域 没有这样公布 假如公布的话 中国可能更不适合 大家来居住 现在只是有系统 公布PM2.5 我们就已经才明白 中国已经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地步 而这个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 我们都很容易 让大家很生气 很愤怒 挺身而出 所以可能未来 整个中国的进步 就正正在于说 我们今天觉得生存 受到危险 哪一人就在这里 那真的是生存受到危险 你就像刚才 他的调查 什么叫你想过 什么叫早死了 8500人 这是个什么概念 这是我原来就觉得 说实话 我有机会 我都想 是因为谋生 要在这个国家 没有办法 那要是有机会 到那些到外国去 我也去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 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因为在北京 老天爷告诉你 你本来能活70岁 结果你60岁就死了 你少了10年的生命 你就算这句话 对所有在北京当官的 或者地位很高的人说 你看他们会不会因此而离开北京 去二三线的城市 就这么简单 您在中科院 您在部里 您将来活60岁 您到了各省 你就会或 其实你看他们会走不走 开玩笑 谁会走啊 哎 简单吧 你说要 要你这样说 大家不往京城去了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这几天雾大 大家在阿潮 过几天天气变 这个东西 凡是跟天气有关的事情 要是他永远这样 要是他一年 天天都这样 那北京就就不一样 所以说真实 跟萨斯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是不一样 既然跟他这么切身 我觉得他也应该有最大的动力 去治理环境问题 但是治理的方法是非常吊诡的 我跟你讲 其实每个人 小切去广告 你再讲讲怎么吊诡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个戚风冷雨的时代 一段淒美哀怨的爱情故事 一场现实与梦想 束缚于追寻的艰难较量 戏剧大师吴祖光经典剧作 冯远征 余少群 刘化 程丽莎 清情演绎 二十年生离死别 谁才是漫天风雪的夜归人 风雪夜归人 星光大剧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来 徐老师 最简单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都知道 除了天气以外 我们尾气排出来的气势 造成这个环境污染灰尘的原因 对不对 可是我们照样坐在车里 你会为了这次自己不开车吗 我坐在车里 我把空调关掉 跟外面关掉 我排到外面去 我自己取得一个短暂的温暖 更干净 我放那空气清洁 然后我再感慨什么 就每天我们是受害者 我们也是迫害者 对 就这么简单 就还是一个阶级社会不公平 有更多的人 他只有吸气的份 他坐着 没地方去坐 级别的人 就你房间也是一样的道理 最简单 我每次开车的时候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都在检讨自己 但是你能因此把暖气关掉吗 你一会就跟他发抖 所以你还是开了暖气 你连停车的时候都开着 但是你说为什么当年啊 这个英国人他能有这种 就是说是全民共识 比如说自觉的减少汽车 能不开汽车 不开汽车 能骑自行车 尽量骑自行车 他能意识到 因为他也发生过 这种事故以后啊 他能够好像全体公民 能够有这么一种意识 中国人咱们都很了解 他们当年没有自觉啊 包括美国都是 其实是两个字 那两个字不是自觉 是抗争 抗争啊 出来抗争 美国不同的州 不同的城市 发生了水污染的问题 然后空气污染的问题 让那些小孩 很多经常发生这种事 小孩健康出了毛病 人的比较早死去 病发症等等 他们抗争嘛 抗争出来 还有他们有一个 司法式的法律 他们司法啊 可以去审 可以去判 然后又赔偿 那那些 那些大公司很简单嘛 你要我赔偿 那么多的钱 那我学乖了 我宁可把那个钱 拿去改善 我整个生产系统 我以后不要 对我品牌 公司的品牌形象也不好 所以不是辑绝 不是说大家坐在那边 上几栋说 你也说好 大家不会顶多反省一下 可是不会这样 而且子东 要出来看 徐老师 你不要说 没有车的人 恨死了这些 有车的人 这会的吧 对 结果我跟你说 这种情况 再弄下去以后啊 有车的人都要想 逃离这个国家了 他自己都觉得 我有这么多的钱了 可是我在这个国家短命啊 或者说我 各方面享受不到 买有钱 我也买不到好的资源 好的服务 所以就干脆裸伤裸官 他自己老婆孩子 都跑到外国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谢谢大家